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1年6月27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其中对前中共副主席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 鞠躬尽瘁 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 2008年2月29日 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 赞扬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要向各位展示周恩来到底对谁忠诚 他的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 究竟指的是什么 1975年9月20日 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的手术室外 周恩来正缓缓地被推进手术室 然而 即使是中国当时的顶级医生们 此时也感到回天无力 周恩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进手术室时间 推着他从走廊里面 当时邓小平 张春桥 邓颖超 汪东勋都在边上 走到手术室 马上要进去了 周恩来大喊 我是中医长 中医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当时邓颖超就让汪东勋把这句话报告出去 报告我 此时的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九个年头 政治仍然处于动荡之中 经济状况仍然在恶化 此时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类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 一人之下 一万人之上 然而 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 这位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 文革之初 刘少奇 邓小平等众多中央和省市领导人被提斗 所以呢 那时候周呢 非常的紧张 因为正是天下打乱的时候 社会上呢 岛周的风潮呢 势头又很猛 周那时候就是觉得随时可能要出事啊 所以他让那个邓颖超啊 在他那西花厅他办公室的那衣帽架上挂着书包 里面装着什么呢 装着他的洗漱用具 准备一旦把他抓到时候 他拿书包他就进去了就 让周恩来忐忑不安的是一桩当时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的陈年旧案 1932年2月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 上海多家报刊登载了一则 武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 武豪是周恩来学生时代开始使用的笔名 当时包括他在内的243名中共党员宣布退党的消息 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后来证明 武豪事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 一手策划对共产党施展的离间计 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而毛那时候 在三二年时候他是中华苏维埃的主席了 他专门发表一个公告讲 这是国民党的造谣 污蔑 然而在1967年文革期间 武豪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67年的时候 毛为了斗倒流 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抓叛徒运动 那么周的武豪事件的问题就被群众举报 举报人是谁呢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之女 当时他在南开 1967年5月17日 江青写信给林彪 周恩来 康生 信中并附上了这个启示 江青在信中说 5月12日夜 收到周荣新的女儿周少华 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 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 为首的是武豪 周某某要求通我面谈 原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李文青和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县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李文青曾经担任原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 据他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回忆 1968年5月4日 许世友将造反派清查敌尾档案时翻出的一张报纸上刊登的 武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示 亲手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5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说 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武豪启示 这是敌人伪造的 当时周恩来也在场 然而早在1932年就清除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毛泽东 却将这个案子悬了起来 毛的话就批了这么多我印象都很深的 这我看到过的原始档案的复印件 毛说的话林彪同志越后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越 斗号 存 然后在存边上用红笔画了两条杠 所以五号事件之后 后来就成为悬在周脑瓜子顶上的这么一把剑 那么作为敲打周和腰下周的一个杀手锏 1968年1月16日 毛泽东对这件事批示说 此事早已弄清 使国民党造谣污蔑 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随着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第二号领导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毛泽东打倒 从1972年开始 身处第二号领导人地位的周恩来 也感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 1972年 毛泽东指示中共开展批林整风 以肃清林彪的影响 然而在中共中央 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 毛泽东却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 追随过第三路线和亡名路线 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在年初病重的时候 曾经一度把权就交给周了 说这个事情以后由你来看着办 当时江青的在场 这是在李治隋的回忆录里面 提到这么一笔 但是后来毛病又好了 所以他又后悔了 后悔你想把这个给抹下来 但是你抹下来总要有个油头吧 因此他就要讲路线斗争了 因为周是在中共党内 按照路线斗争来划分的 周始终是站在错路线这一边的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 那次的发言周恩来整整写了十天 对自己做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 甚至是过分的检讨 在周恩来隶属自己犯下的种种路线错误中 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于江西宁都召开的宁都会议 被他称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过 毛州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呢 就是这个宁都会议 这个宁都会议呢 我认为呢 这是周毛州之间历史恩怨的这么一个节子 宁都会议呢 使批毛的这个右倾退去逃跑 那么实际上批这个毛最厉害的呢 在后方中央局的人比诗和顾作林 这些人后来都已经很早那就死了 但是这笔账呢 就成了周的了 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取代毛泽东 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并领导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一下子毛的话呢 就做冷板凳了 所以毛的话呢 一直是耿耿耿耿耿 他说我那个时候 连一个鬼都不上门 这个是毛的话 一直是记恨周的 这么一个地方 周的话呢 在延安整风中呢 就为此检讨 实际上就背了一辈子的 黑锅被说成是篡军 周恩来篡军之说 实属无稽之谈 周恩来在1928年 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1933年 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在1931年 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 而毛泽东当时只担任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 周恩来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地位 远远高于毛泽东 实际上周是一直在中共党内呢 相当长时期吧 从张国焘之后 大革命失败后 他就是中共这个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 毛当红军总政委呢 也是周呢 这个推荐的 周的话呢 到苏区的时候 到江西的时候 他当时他的职务是苏区中央局书记 随军行动 决定军中的大计 所以呢 周从上海一到军队 到江西 实际上已经还是在毛泽上 即使是中共所说的 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上 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权力推荐下 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 为军事指挥者 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 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 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周恩来是组长 毛泽东和王家祥是组员 周仍然是毛的上司 怎么样这个军中地霸交易 从周恩来这个手里 赚到毛泽东这个手里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周和毛有没有矛盾呢 毛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军中第一把手的 这始终是一笔糊涂 简单的说 就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 刚才说到 周仍然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是开始协助周 毛的能力非常强 周的话 五四反围角 打了大白仗 自己心里面的话呢 也发虚 自己的话呢 也有点觉得掌握不了这么一个局面 到了这个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 过草地的时候 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 毛跟这个张国焘对立的非常厉害之后 周那时候正好得了甘农样 发高烧 几乎没死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呢 毛的话呢 自然把全球给拿过去了 毛跟张文天 两个人在周缺席的情况下 开了一个常委会 这常委会呢 决定由毛来负责军事 周那时候根本没参加会 当然周在这个过程中呢 已经开始主动的让了 因为周自己觉得这事情还是毛有毛有办法 也就是说周恩来并没有恋战 没有 到了陕北之后 毛那时候还想让周啊 把周给挤出那个军队 让他改做地方 工作 周这时候讲了话 这时候呢 这王家祥也出来讲了话 这时候周呢 继续留在军队做毛的副手 就从那时候开始起 就是确立了后来这几十年的这个 毛周的这么一个格局 在军事领导上 红军经过长征抵达延安以后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稳固 不料 1937年10月 曾经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 奉共产国际之命从莫斯科来到延安 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和长江局书记 当时呢 党内可以说大体上可以化成三派 一个是毛派 毛派的这个头号的干将呢 就是刘少奇 然后刘少奇下面的一大批人 彭真的博一波呀 安子文的这个刘然涛啊 就这些人包括军方的罗维钦啊 康生啊 都是那个整人的人 这是毛派 再一派的就是教教宗派 王明伯谷 张文天王家强 从莫斯科回来的 再一派是经验宗派 经验宗派代表人物呢 主要占就是周 其中还包括一大批人了 包括彭彭德怀 包括陈毅 这些人都可以通通化到这里来 王明的再次出现 让毛泽东感到不安 1942年9月 毛泽东发起了历时三年的 延安整风运动 打击中共内部 以王明为首的异端势力 中共的党史上 好像延安整风 是真正是要整顿全党的风气 最多最多也就是王明 受到了一定的批判 但是真正的史实是说 主要的被批判的角色是周恩来 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王明教宗派在港内没根基 真正有根基的呢 是被认为是经验宗派 因为他们有十一公多经验 但是呢 被毛认为呢 经验宗派是给教条宗派 这个吹喇叭 抬轿子 跑腿办事的 因此更加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 周呢 也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靶子 腾经就被威胁的话呢 要开除出党啊 就是彭真的 踢出来了 就这样 所以呢 周呢 是在这个延安整风中呢 那是被整的是 可以说 他整整 他这个 这个党内高层的检讨发言呢 他 讲了五天 是所有 所有领导人里面讲 是这个 做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 延安整风中 周恩来痛心疾首的检讨司机 不论在思想上 组织上 都犯了极大的罪过 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教条统治的帮凶 是党的布尔赛维克化的阻碍 当时周恩来 为什么会屈从于毛泽东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 就是一个党内大势所居 因为毛呢 确实是这个人的话呢 在各方面是高人一筹 特别在抗战中 如何利用抗战这么一个形式 壮大发展共产党的这个力量 抗战开始是三万人 抗战结束时候是一百二十万人 所以呢 那时候人们就觉得毛的话呢 确实是高明 周呢 就开始站在毛的队里面 所以周那时候只有那臣服的份 实践证明他错了 还真是心悦臣服对毛 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个什么样子 延安整风打垮了教条总派 整服了经验总派 确立了毛在中共党内的 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 由最后决定治权 延安整风以后 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 成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的 中共的指导思想 这也是周恩来 臣服毛泽东的开始 不过在中共建政初期的1956年 中国经济计划中出现大量 不切实际的激进目标 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周恩来 参与了组织反冒进 并且因此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我作为总理 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 从1957年下半年起 毛泽东两年之内 先后至少13次点名批评周恩来 说反冒进是泄了6亿人民的气 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58年刚刚反冒进的时候 IP被批成是离右派 只有50米元 这是毛泽东的话 这是毛泽东的话 在这个南京会议上的那个讲话 只有50米元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渝回忆说 这期间周恩来显得非常苦闷 周恩来明知道自己是正确的 却依旧顺着毛泽东的意思 违心认错 甚至提出不再担任总理的职务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周恩来在对反冒进进行检讨时表示 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离开或背离他的领导和知识 就常常迷失方向 发生错误 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我所犯的多次错误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反过来 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 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从此 尽管中共高层仍然不断有人 对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提出过质疑和挑战 周恩来的史非观则完全以毛泽东划线了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举起总路线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走向灾难性的大饥荒 时任副总理 监国防部长彭德怀 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期间 上述毛泽东 对大跃进提出温和批评 结果被说成是反党遭到清洗 在庐山会议上面 周恩来有替彭德怀说句公道话吗 李锐曾经问过周 你看彭老总这个讲话怎么样 他说我看没什么 实际上呢周和彭呢 对当时59年的经济形势和那个冒进 看法那是一样的 不过周呢 他在这个庐山会上呢 一开始呢 他就在小组会上讲 什么比例失调的问题啊 各地的话呢 这个大轰大翁啊 这么这么样上啊 就彭德怀就在散会的时候就讲了 你怎么不在大会上讲呢 周就说的话呢 这个大会上不好讲啊 这个大会上一讲之后 好像就是诉苦了 就把这个大会变成一个泄气的大会 那就不好了 这时候彭德怀就说周 你这个人太事故 老奸巨花 周恩来不仅没有支持彭德怀 而且在彭德怀落难的时候 积极参与对他的批判 周呢 后来在常委会 批彭的常委会上 周的话替自己辩护 说彭 你的骨头就是犯上 哎 迅顺 迅服 就是没骨头嘛 领导干部也是要迅服的 要不然革命怎么那个 胜利呢 从1958年到1962年 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大划破 连年饥荒 三四千万人被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 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的反省 发出三分天灾 七分人活的批评 并且与毛泽东发生正面争论 他直接告诉毛泽东 人相识 你我是要上识书的 然而 作为中国总理 中共副主席的周恩来 不仅没有像刘少奇等人那样 对大跃进提出批评 而且还曾经为了保证 城市食用油供应 而下令取消农村地区的食用油供应 下令销毁饿死人的统计数字证据 不仅如此 就在大饥荒的几千万冤魂尚未完全散去的1964年 周恩来亲自策划和指导了 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大型歌舞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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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生 中国 所有的毛泽东 可为人命 幸福 富而非有 万其人命大救心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这场十年浩劫中 中共高层中对文革的质疑 对毛泽东的反抗不断出现 1967年1月和2月间 中国军方元帅陈毅 叶剑英以及中国副总理谭振林 李先念等人 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中央军委碰头会 和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两次有关文革的碰头会上 对文革发出了强烈的不满之声 被文革派说成是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2月逆流 而主持怀仁堂碰头会的周恩来 却没有在会议上表示任何意见 后来在毛泽东宽恕了这些人之后 周恩来还写信警告他们 不要再惹事 周呢就给这个陈毅 谭振林 李先念 于秋里 古墓 五个人写了封信 其中话说得非常重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向绝路 专辞警告 物谓言之不语 意思就是撬他们 不要让他们这回又撬尾巴 然后讲话就放炮热火 1970年8月 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四号人物陈伯达 一起对文革派发出猛烈批评 林彪这些思想呢 基本就陈伯达什么思想呢 九大以后呢 应该抓一抓 经济建设了 而毛呢 江青这些人呢 还是要搞继续革命 毛泽东震怒 不仅打倒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 而且逼迫军方降临检讨错误 但是林彪拒不检讨 周恩来开始时试图调和双方的关系 周恩来实际上还倾向于把局势稳定下来 把建设搞上去 周的本意的时候呢 希望毛林呢 俩不要那个就是就是缓了下之后呢 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 然而当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心和林彪分道扬镳之后 便开始疏远和林彪 以及他的四大金刚黄武李秋的关系了 1971年林彪出走的913事件发生以后 周恩来亲自宣布对黄武李秋进行隔离审查 并且亲自部署和指挥了抓捕林彪亲信 和控制当时被认为亲林彪的解放军空军的行动 文革后期的1973年 邓小平复出 他随后与江青等文革派发生矛盾冲突 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主持起草一个有关文革的决议 用三期开的形式基本肯定文革 邓小平拒绝了 当毛给他开的价码 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 所谓三期开 邓就给毁绝了 周恩来断绝劝他 忍一忍嘛 邓不接受 当然对于这场中国人承受了十年的劫难 人们从来没有听到周恩来说过一句否定 或者至少是质疑的话 人们听到的和看到的 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权力支持 把武裁写写问华大全力 新兴到敌 为大的武裁写写问华大全力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子写万岁 万岁 万岁 在这期间周恩来只有两次对毛泽东有所反抗 但是那两次反抗的原因都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和妻子江青 对自己发动的直接攻击而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 1971年为了对付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巨大的局势压力 毛泽东决定重新与美国接触 周恩来亲自落实 其个人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 被称为周恩来外交 不料毛泽东却无端发难 毛从这个72年开始起 73年就连续不断的在批外交部 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主管的 1973年6、7月间 毛泽东对中国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 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 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 凡是这类批文件 我就照例不看 总理讲话也在内 大事不讨论 小事天天送 词调不改动 势必出修正 将来搞修正主义 莫说我事先没讲 面对毛泽东的责难 周恩来不停地做点讨 四个月以后 毛泽东再次向周恩来汇起大棒 1973年11月13日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 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头天晚上的时候 答谢晚会 宴会都已经开完了 基辛格突然提出来说 希望跟周恩单独会谈 基辛格提出来说呢 希望中美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合作 因为那时候中美那时候之所以走一块来 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 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部署 调动 美国可以通过卫星 把调动情况直接告诉中国 那天晚上说话呢 因为毛已经睡下了 所以周恩就没有马上报告毛去 基辛格明早上那就要走 毛又在那睡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周恩就跟他说了一个活话 这个活话呢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双方可以指定一个人 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 并没有有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这件事情被毛就给抓住了 说周对美投降 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毛泽东大发雷霆说 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 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 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谁要搞修正主义 那就要批呢 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 开会批判周恩来 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以及叶点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 右倾软弱 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 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 说周恩来丧权辱国 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 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 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 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是周恩来自1956年以后第一次反抗毛泽东 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 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规模 并且专门成立了由政治局成员组成的 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 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 不许用秘书帮忙 批判会在人民大会堂 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 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 侦察不尽 水泼不尽 说的话呢 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 苏联人一旦打进来的话 周会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我当年的话呢 采访过这个乔光华 乔光华说他听了毛的这个 说是周要当这个苏联人儿皇帝的时候 他用的是毛骨悚然 这个整个政治局批州的会议的这个调子 就是根据毛的这么一个调子拿来定的 所以后来批州啊 丧权辱国呀 对对美这个投降啊 屈其下跪呀 1975年的时候 州已经病重 乔光华跟张汉芝两个人在305医院看州 其中呢 因为乔光华跟张汉芝呢 也是政局扩大会的练习者 都要发言的 所以他们俩呢 就向周呢 检讨 乔光华有一次就当面跟周恩来讲 说是我们当时啊 都是在这种形势下 都对总理啊 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呀 我就是表示这种心里头的不安啊 歉意 当然周恩来说这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企图彻底达倒周恩来 声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 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 迫不及待的要取代主席 周恩来最后是根据毛的调子 做了一个给自己上纲非常高的一个检讨 这才算是过关 周恩来在1973年12月4日进行这次检讨时 还带头喊口号 向江青同志学习 整个批评的这个过程呢 它是毛始终没有出面 但是毛呢 是在幕后的话呢 在那块操纵会议 派了两个联络员 王海荣 唐文生 作为他的联络员来传达毛的讲话 所以在第一次证据会议批评的时候 唐文生做了八个小时的发言 把毛进来对外交工作 对州的批评全都给亮了出来 周恩来检讨之后 12月9日 毛泽东终于从幕后出来 对周恩来说 总理啊 你挨整了 听说他们整得不予乐乎啊 毛泽东还指着王海荣和唐文生说 他们整我 整总理 在我头上拉屎撒尿 将来就是要说他们整总理 周恩来总算又躲过了一劫 1975年6月16日 已经动了三次大手术 体重不到31公斤的周恩来 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 得主席尊尊善诱 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 真愧愧无极 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 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年6月16日2022时 对于周恩来来说 这个晚节的标准就是是否忠于毛泽东 1966年5月21日 就在中国中央发出516通知五天以后 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要跟着毛主席 毛主席今天是领袖 百年以后也是领袖 晚年不终 一笔勾销 周在文革中 他要跟着毛走 保持晚节 这是周在文革中 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不料1975年8月 毛泽东发起凭水浒运动 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重提投降派问题 又一次触动了周恩来的神经 因为当年的五毫事件 和刚刚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 都提到周恩来的投降问题 实际上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中 五毫事件就曾经被再次提起 当时陈云和康生 都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说 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 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1972年6月23日 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 专门做了有关五毫启示问题的报告 并且宣布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要把报告和相关文件资料存档 当时说好的是 要下发各省档案馆存档 就是周关于五毫启示 他自己的把事情来龙去脉 前后经过这么个说明 结果最后呢 也没有给他送到各省档案馆 这事情就拖下来了 也就是说这事还选着 还选着 一直到了1975年9月20号 周最后一次动大手术的时候 进手术室前 周已经打了麻醉药 自己的话呢 在那个卫生间里 半天不出来 邓领超一看 怎么办 怎么人怎么半天不出来呢 推门一看 周呢 坐在马桶上的 还在那批改 他当年1972年 关于五毫启示的那个说明 他最后写 最后是周恩来 写于进入手术室之前 又看那个笔记 手都已经发抖了 所以这个始终是周那块新病 于是便出现了本天开头的那一幕 周恩来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 突然大喊 我不是投降派 这虽然可以算成是周恩来 为了自保 而对毛泽东的第二次反抗 但更像是周恩来 向毛泽东发出的 无可待合的请求 希望毛泽东了解 他的一片忠心 信任他 同样也正是出于同一目的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千般推崇 万般维护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是个什么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周跟江青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这个关系呢 应该说是相当不错 特别是在战争年代 周恩来说虽然不常住年 从那个住在大后方嘛 但是有时不时的回安 回安之后 这个江青跟毛泽东结婚以后 那个周恩来这个人是非常会 这个非常会善解 仁义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所以下面有什么情况 经常跟那个江青之间 都有一些那个交往 这个这个江青有一些 什么心里面的上的这些 这个心里面有些话 也愿意找周来说一说 当然那时候只是限于 就是一般的生活上的 这些琐事 并不涉及政治上 因为政治上毛那时候 还没有放江青出山 毛泽东放江青 在政治上出山以后 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 毛放江青出山 主要是文革了 那么两个关系 应该说呢 是以合作为主 同时呢 有些矛盾 但是那是次要的 那么毛发动文革呢 他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呢 他要放江青出来 打冲锋 给这个文革的话 打开局面 另一方面 他又让周恩来呢 尽量的维持住 社会生活的这个运转 所以呢 周跟江青之间呢 这仅仅是一种 这个角色的不同 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 而不是这个路线之争 文革初期 毛泽东刻意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 周恩来对此也不遗余力 例如在1968年3月27日 北京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 周恩来主动介绍了 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 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 红文章 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勤奋的学生 就在这次大会上 周恩来喊出了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这个口号 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 周恩来提名江青出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在此之前 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 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 周恩来进一步提议江青 担任政治局常委 只是这一次被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恩来实际上在中共领导中 对毛江关系看得最透的一个 他看出什么呢 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 前不久 邱一座出了他的回忆录中 讲了这么一个事情 很有意思 九大以后 黄 吴 李秋 这四个人都军队干部 进入政治局 周恩来找他们专门谈了一次话 在中央如何做好中央工作 其中呢 周就提论说 在到中央工作 要处理好跟主席 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 处理好了 江青同志的关系 就处理好了与主席的关系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周恩来还对江青处处忍让 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兼空军司令吴法宪 回忆说 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 总理是孤家寡人 江青很凶 动不动就拍着桌子 批总理 多次威胁说 你周恩来不要忘记 要不是我保你 你早就被打倒了 周恩来回答说 江青同志 你比我强 我得向你学习 为了不得罪江青 周恩来甚至不惜大意灭亲 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 1968年 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恩寿 这个周恩寿呢 也叫做 也叫那个周同宇 在六十年代三千困难时期呢 周恩寿啊 在家里面聚会啊 议论时政的时候呢 包括这个王光美的这个哥哥 王光奇 所以呢 这个文革的时候呢 这个材料就被人给借出来了 江青呢 把这个揭发材料呢 就撂给了周 你看人办吧 周是 批示 立刻逮捕 周同宇 而且呢 著名周同宇家 有多少人 地址在那 那那那那 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 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 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 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七年 不能看报纸 不能听广播 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 同样是在1968年 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士受到江青诬陷 被捕入狱 孙维士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语字 也是个通天人物 他跟中共四个巨头 毛 周 朱 林 有一种复杂的关系 他因此就得罪了两个文革中最有权势的女人 江青和叶群 因此他就搅到这个政治漩涡里面来 他就成为了的话呢 这个公报丝绸 这个攻击政敌的这个牺牲品 据孙维士专案组的一个人 事后 交代江 江青跟孙维士专案组的人说 孙维士是这个美女蛇 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8年10月 孙维士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据说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署的 亲自签署的 是这样吗 据这个周炳德 就是周的这个侄女 他讲的话呢 孙维士和他父亲 周同宇 也就是周恩寿 都是周亲自批捕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 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 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 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 因为确实在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文革中抓人 特别在北京抓人 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 而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 因此什么事情都要过他那一关 周恩来的卫士长程元公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 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 江青要逮捕程元公 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 一定要逮捕程元公 说明我们没有死心 于是程元公被送进江西的五期干校 移去就是将近八年 1972年5月 周恩来被诊断患有膀胱癌 从那时起 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 然而即使是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 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他 然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没有变 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 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 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 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 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推出 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们无从所知 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 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 提出要采取行动 抓死人帮 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 周恩来说 还是要相信毛主席 要听主席的话 叶剑英说 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1976年1月8日 周恩来去世 1月11日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 开往八宝山 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 站在长安街两旁 为周恩来送行 场面令人震撼 中共中央决定 周恩来追悼会在1月15日举行 郑局希望毛能够去参加 但是毛的身体状况呢 要由毛的医疗组做出个判断 医疗组的判断是 毛可以去参加周恩来 不会受影响 时间最好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这些都有官方的记载 对 然后的话呢 郑局就为此做了准备 行走的路线 什么这种 单架全都准备好 这整个追导大会的话呢 为了等毛 还退迟召开 但是到最后一刻 毛通过汪东兴传话 不去了 送了个花圈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 连张玉凤文都是看不下去啊 据说是流着眼泪 求这个毛啊 去参加 但是毛最后还是没参加 1976年1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导会 在人民大会堂上举行 与他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没有出席 1949年以后 中国发生过无数次运动 农业合作化 人民公社 反右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如今 合作社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 99%以上的右派被认定是错化 得到平反 大跃进引发大饥荒 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革则是公认的十年浩劫 对于这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伤害的运动 彭德怀 刘少奇 林彪 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 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 对毛泽东进行了抗争 他们也因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但是周恩来没有任何反抗之局 对于周恩来的不作为 对于中国官方也承认的 周恩来说过和做过的违心的话 违心的事 仅仅用顾全大局 忍辱负重来盖棺论定 这算不算是文过是非呢 我是李肃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